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這個音樂劇主要是要來紀念一些無名英雄 我們叫這個音樂劇叫Ensemble Heroes 那這故事裡面的角色非常的簡單 這劇本寫得非常的精闢 每一個角色都代表了一個民主化 它之中很重要的一個 element 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那我本身會演兩個角色 這兩個角色反差很大 一個就是在那個極權教育 不自由 實講不自由的時代那種非常兇的老師 那第二個角色就反差很大 它是一個很年輕就入獄的政治版這樣子 對那全劇用英文演出 所以覺得非常的excited 那你在演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你在經過前面的rehearsal以後 有沒有覺得你對於角色有比較不同的理解呢 有 就是跟你一開始看到這個script的時候 有沒有差別 有 當然有 大概是怎麼樣 尤其是在詮釋這個曾智範這個角色的時候 這個幕其實它時間沒有很長 但是它有念了一段它入獄之後所寫的說 其實我不怕死 我就是為了自由和民主 我不怕這樣子來犧牲我自己的性命 這段給我非常非常大的感觸 因為這個劇這個時候是在 它是在影視陳菊 那陳菊入獄的時候它其實才三十幾歲而已 那它有這樣子的勇氣我真的覺得 其實世界上就是非常多這樣的勇氣的人 有些我們認識 但是大部分都是 unsung hero 無名英雄 在為了人類的民主自由而犧牲這樣子 其實就是 因為他們在犧牲的時候跟我現在的年紀 其實都甚至於比我還年輕 那就是這一層更深的感受這樣 覺得說真的要很感謝他們為我們的付出這樣 那你在這個做準備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有什麼東西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我覺得主要就是這一幕 因為那個信真的我念了很多次 我就會流很多次眼淚這樣子 對 那因為這一次是用英文劇來表演嘛 那你覺得是不是有沒有什麼地方是 比如說你要特別去揣摩 因為在國語裡面你可能講得通 但是在英文裡面你可能猜一點那種味道的地方 還好 因為我覺得我本身在台灣 是70年代8年代在台灣長大 那那個時候的國民黨極權教練 我有經歷過 所以就是印象很深啊 老師拿個成條的教課 這種很極權 你完全沒有辦法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樣 因為我其中一個角色是一位老師這樣 就很有印象 那但一說對於政治犯這方面 以前在台灣是完全沒有辦法 沒有機會去諒解的 因為當時的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那對 那這是我這次很大的學習的部分這樣子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